你可能每天都刷YouTube 但是你知道YouTube隐藏的一些小技巧吗 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YouTube 10个常用小技巧 在播放视频的时候 如果你想快进这一片段 可以双击屏幕右侧任意位置 就可以实现快进10秒 同理 双击屏幕左侧实现快退10秒 默认跳转的秒数是10秒钟 如果你觉得默认跳转的秒数有点少 其实呢这个秒数是可以更改的 怎么更改呢 在我的 然后是设置 播放快进和快退里面 就可以更改秒数了 像我的话喜欢设置成20秒 设置好以后快进快退就会变成你设的数值了 另外一个加速视频的小技巧 就是在播放视频的时候 长按屏幕就可以实现2倍速播放 但是如果你想以1.5倍速或者其他速度就只能去设置 播放速度里选了 YouTube目前只能默认2倍速 像大家平时会怎么开启全屏呢 点右下角图标或者是直接把手机倒过来 像我的话我一般习惯锁定这个方向 这时候呢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上滑屏幕 你看这样就很轻松的实现全屏了 同理下滑屏幕就可以实现推出全屏 这样就会比找这个小图标去点更方便一些 同样的我们在电脑端呢也可以通过快接键实现这些操作 在电脑端长按空格键就可以实现2倍速播放 右键呢就是快进5秒 左键快退5秒 J键是快退10秒 L键是快进10秒 M键视频静音 K键播放 F键打开全屏 另一个是相关视频的小技巧 比如我们在全屏的时候 想要看这个视频的相关视频 就可以在全屏状态下上滑就能显示相关视频了 接下来是一个进度条的小技巧 像我们一般进度条就是按住这个小红点 左右来回调整 但是这样调整不是很精确 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按住 然后上滑 你就可以看到非常精确的进度条以及预览图了 这样调进度就非常准确了 另外一个就是后台播放的小技巧 我们都知道后台播放它属于YouTube会员 也就是YouTube Premium里的一个功能 接下来我教给大家一个免费的方法 实现关着屏幕也能继续播放视频 那就是使我们的Safari浏览器 我们在浏览器中打开YouTube网站 点击左下角的大小 选择请求桌面网站 然后我们就能看到 现在的布局就是电脑端网站的布局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控制 或者通知栏来播放视频 并且锁屏也可以接着播放了 接下来是视频放大的小技巧 像我们平时看YouTube的视频 它周围会有黑边 如果我们想要全屏幕播放的话 可以两根手指放大画面 这样可以实现拉伸到全屏幕 当然也可以继续放大 最大可以放大到8倍 如果你不想每次都手动操作 也可以在我的设置 播放 全屏拉伸这里点选上 这时候你再播放视频 就是全屏幕播放的了 最后一个小技巧 适用于有字幕的视频 我们可以点击视频详情 下拉会有一个转写文购 内容转文字 点开它就会发现字幕全在这里面 这样就可以不看视频 仅从字幕大概了解一下视频的内容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直接点击字幕 就直接跳转到对应的视频片段 这样很方便的找到我们想看的内容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你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点赞 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